股票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昨天晚上每股到穷创新高 背败却是下跌了2.5个百分点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低走低 最终是下跌了55点 指数收在22185 成交量是量缩在2883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盐量更少 盐成交量剩下2883亿 昨天还有3500亿 今天缺更多 可见得市场观望气氛是越来越浓 有量就有价 没有量那就没办法 所以今天大盘一开盘之后 最多跌了180点 还好下半场有拉回来一些 从11点半以后盘开始慢慢的回升 那最后收盘跌55点 无量还能够在下半场回升 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卖压也不重 虽然没有追价买盘 可是市场筹码其实也很干净 因为在8月初的时候 跌到 记不记得那天跌1800点 对那一天 听死人 是的 两天融资少了480亿 两天融资少掉480亿 包含8月份的融资 8月份的融资到上个礼拜 融资减少了373亿 所以有些人有开始进来买 可是动作不大 所以这次筹码洗得很干净之后 所以没有量能够反弹 可是要大涨是不可能的 听到没有 现在所处的环境是 从而很干净 可是大家不敢追 大家都期待什么 看机会又哭来一遍 错过了这一次2800点的行情 看有没有机会再蹲下来一次 如果真的蹲下来了 你敢不敢买 人是很矛盾的啦 心里想的 跟实际的动作 不见得已经会一致 大家现在期待能够再拉回 那如果真的拉回 你要真的敢买哦 你不要到时候拉回来 你又吓到了 是 踏手又撞起来啦 那这样给你机会再多也没有用 所以不妨 一天一个便当 让林的燕带着你做 在最好的时机点 最好的股票 我带你减便宜 你看这一次买郁金光 大家有目共睹嘛 对 435买进之后 每天讲每天讲 你随时买随便买 闭着眼睛买 今天郁金光 534 今天起12块 今天大盘跌55点 郁金光间 没有黑盘 郁金光间没有黑盘 收盘几乎收在最高点 最高点534 收盘在532 他们好 小姐 今天起12块 我们435买的 对 现在534 100块 100块不是钞票 钞票100块钱 现在连便当可能都很难买 股票市场的100块是多少 10万块 当10万 买个10张就100万 买个10张 435万 你都有啊 好啦 5张好不好 5张200万 200万赚50万 这是好处的事情 一张一个便当而已 你在犹豫什么呢 是不是 技嘉 220买的时候 当天买 当天就公开跟大家谈了 隔天还有210几的 就看你信不信任林何彦 你敢买不敢买而已 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 让你每天看到技嘉变化 昨天技嘉 280 220买 起到280 一张多少 一张6万块 10张60万 买个10张220万 你们都有 最近买房子大家用抢的 是 现在连贷款都很难贷下来 对 买房 少折一两千 多折上亿 大家用抢的 是 那股票市场不就是 几百万的生意而已吗 对 对 你反正那边犹豫半天的 你看技嘉 220买个10张 220万 你都有啊 对 在房地产里面买一块砖头而已啊 是 那220万 就赚60万啊 股票市场的输赢 比房地产快啊 房地产是咕咕等等 可能要花个好几年 股票市场是很快速的 利润就会兑现的 不看你会想走不想走嘛 对 一天在房东 林合院研究 带着你一起来获利 你看这次新光金 全市场谁最早买 老师 我们八块钱八块钱 8块2 8块3 你听到谁在买新光金的 嗯 何言老师 只有我而已嘛 对 现在大家疯狂在抢 有点慢了啦 啊 又比较慢了啦 或许还是有赚钱机会 可是剩下利润空间不大 新光金还能不能玩 今天成交量剩下53万张 哎 少很多耶 昨天157万 是 今天剩下三分之一 新光金可以再买买 等一下我来告诉你 现在市场上 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 黑悟空 对 这个 大陆他们 布了一个最新的游戏软体 黑悟空 现在全世界风鸣 黑悟空谁是最大受惠者 等一下会告诉你 9月10号苹果 i16要发表了 i16发表谁是最大受惠者 等一下也会告诉你 这次财报全部发布完毕了 让我最大的亮点 是谁 嗯 材料KY 是 材料KY上半年一股 赚了44.8 几乎45块钱 几到第三名 上市贵 1700家的第三名 股价还在底部区 有没有机会 开始出现补涨 等一下告诉你 所以今天节目里面 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你用心听 昨天原股的部分 倒从创历史新高 4万1千 420点 可是费成半导体 反而跌了2.5% AI的股票昨天跌幅很重 跌了2%至4%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电子股被美国AI的股票给压住 因为大家现在在等待 八个二十八 八个二十八 嗯 礼拜三 灰达要发布 第二季的财报 是 那到底灰达财报 让沸沸扬扬 大家在那边猜 有猜了一段时间 到底好还是不好 目前普遍是乐观的 我昨天看了一下 美国市场 有法人给灰达的目标价 一口气 把它拉高到180美元 现在在120几而已 直接喊到180 真的是雨不惊人死不休 是 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反正这两天就知道了 回答如果有好成绩的话 那么台北股市的AI概念股 有没有机会 跟着一起发动 所以礼拜三 回答财报很重要 没关系 等我看到财报之后 实际情况 我会跟大家做报告 那AI概念股里面 最重要的一支股票是谁 那是台积电 台积电七月营收 已经率先创历史新高 可是最近几乎每天都在跌 今天台积电又跌了 八块钱 因为台积电这种 占大盘比重这么高的公司 尤其股本那么大 你担担不弱 他像大象一样 可是他不是小飞象 小飞象是小时候 小时候他才飞得起来 他现在长得那么大了 洞位那么大了 台积电没有量 他跑不动 不要想说飞 如果一直量维持这么低迷 台积电你会税利 因为台积电这一波 已经来到前一波的套牢区 当时的套牢量是 一天八万张的成交量 现在台积电一天 只有万八厂而已 该不会开了 所以你有台积电的 你要注意 最近台积电能不能再出现 八万张以上的成交量 如果出不来的话 那么台积电回档修正 恐怕事所难免 你有的话 可能要先闭一下子 等下来再买 最近外资的买超方向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外资买超方向 开始往金融股做流入 看昨天外资卖了51亿 可是全面大买金控股 台积国泰开发 三商售富邦金 白金五名 都买超过两万张以上 张银 赵峰金 玉山金 元大金 都买超过一万张以上 昨天外资卖了51亿 反而全面大买金控股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已经开始要 迈向降息之路了 所以开始往降息的受费股 开始在做卡位布局 有时候知己知彼 你才能够百战百胜 你要知道外资他们 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你事先亏敲到了 你就能够跟着他们 从底部开始卡位布局 林雷燕的反应往往领先四场 因为我了解外资 他们的想法 所以每每在外资还没动作之前 我们就已经事先进场了 等到外资动作一出来 就在帮你们抬交 你看这次性光筋也是一样 金融股最大的话题就是性光筋 两强在抢亲 两个垃圾 一个跟他打六折 一个跟他打八折 都在吃人家豆腐 性光筋可以用贴吃肉饭 没办法谁叫他不争气 长期以来那么不争气 股价那么低 所有金融股里面的价值最多 结果今年获利挤到前段班 得了没 问题是美乎啊 人家看到他已经身体要开始康复了 不趁这个时候抢 还有机会啊 对 所以两千要把他抢下落榜 那到底未来发展如何 其实变数很大 这也是我们从八块二八块三 每天讲每天讲 可能你会想 林老师你怎么知道会合并 那个话题早就说很久了 空穴不来风 星光筋的合并话题 早就会声会影 会声会影 台新也要做 中信筋也要做 人已经讲很久了 只是最近 才很明确的说要并 之前 那个谣传已经很多了 那你要去想 可能性高不高嘛 如果可能性高的话 早就你该有动作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林老师八块二八块三 我就一直在买十只股票 有时候该赌一把的时候 你要赶赌啊 你看这次星光筋 我们已经赚了61%了 对 八块二八块三到现在 赚了61%了 认购的增资股 赚四十几% 认购增资股会零股 那个利润空间不大 重点是 你要赶底部下去买 那你现在在买星光筋 迎头小利啦 为什么说迎头小利 因为以中信筋所开的价格 换算回来大概14块4嘛 那现在已经13块多啦 嗯 剩一块银而已啊 是 这利润没多啦 大利润已经被我们赚到了 对 你现在再进去的话 顶多短线股足而已 啊 剩下地润而已 啊 剩下地润 做得辛苦要做啥 我们再找利润空间大的嘛 对不对 林黑院来找你来跟着一起做 黑悟空 现在最新热门的话题 嗯 每天报纸新闻都一直在报 对 大陆出的这一款游戏 哇 真的风靡全世界 是 半断几天而已 嗯 整个上网大爆满 可是这款游戏 需要怎么样 需要解析度提高 你才有办法看到 那种那么炫 几乎完全立体的影像 是 所以最近大家就抢着在买显卡 显卡 买显卡 是 买记忆体模组 嗯 所以显卡连续两天 全面飙涨 啊 包含汉迅 厉台 印太 技嘉 华硕 华琴 这两天全面大涨 那可能短线上比较强 会是一些筹码型的 像汉迅清云这些 厉台 跟印太 你郭本水 郭本水好牛 可是背对相对风险 这几家都了解的攻击 真正显卡的大厂 三大厂 哪三大 华硕 技嘉 卫星 这三天 这三家才是真正最大受惠者 那这里面 今年最具可看性的 就是技嘉 因为今年技嘉 包含 AI 的出货量 几乎每个月营收都是倍数在跳的 你看半年报一发布出来之后 技嘉半年报已经超越去年一整年的获利了 第二季的获利成长233% 半年报成长180% 那股价从394跌到210你还不买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 我看他们的分析我觉得很奇怪 都只会用线型 这是多头 这是空头 这是什么型 这是什么型 你应该多念脸书 多查查每一家公司 它未来的发展 跟它实际的获利是如何 那才是真正根本的东西 所以技嘉我在220买的时候 技嘉是空头可以买吗 那现在280了 对 老师你好棒哦 220大家都说空头 只有你说赶快买 因为我有念书啊 我每天都在收集各产业的资料 对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包含这个是黑悟空 技嘉也是最大收费者 是 技嘉压回来几块钱可以买 外资都已经喊到449了 是 你也跟200几块而已 好是你不要在这一关 你如果真的要做 有好的买点 我再带你下去承接 还有哪些话题 还有哪些股票 苹果 i16 谁是最大收费者 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跟大家谈 一天一个便当 跟别人一起来操作 好的谢谢老师 做股票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哦 要恭喜何妍老师的会员 星光金呢 波段大涨了61% 我们的玉金光呢 一张是大赚了10万块钱 还有技嘉材料KY都波段大涨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妍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步内容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现阶段要反败为胜的关键 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做股票一定要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哦 让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赚取30%到50%的大获利 复制星光金 玉金光 材料KY 还有这个技嘉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单股重要的计划 跟着何妍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来电报名电话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妍老师的单股周周发 短线是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操作更灵活 想要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 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加入 横眼老师的Lite 还有Telegram账号来做咨询 进出的部分 有老师的讯息在手 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 盘中即时的讯息 还有老师的看法 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Lite的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PRO 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何燕老师 个股市轮动轮涨 选对股票跟对老师 才是最关键的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个股 可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何燕老师 好的 大盘没有量 没关系 从话题去出发 找有机会的个股 刚跟大家谈的金融 谈的目前全世界最红的黑悟空 对 昨天苹果正式发布 9月10号 I16发表 这款I16里面除了镜头摄影 也是它一个亮点以外 最大卖点在哪里 最大卖点在融入了AI功能 所以苹果认为这一款 I16会有新的一波换机槽 那新的一波换机槽 谁是最大受惠者 苹果单已经下来了 可是苹果单不好吃 很多长期吃苹果单的公司 利润被压得很低 你看台郡几乎赚不到钱 以前一年赚个8块10块 台郡今年上半年是亏损的 那本来受惠最大是在镜头的部分 而且你看大力光 大力光7月营收月增34% 郁金光7月营收成长月增46% 所以可见的苹果单已经下来了 那苹果单下来 今年最绝看头的就是郁金光 因为郁金光除了iPhone的订单以外 还包含有AR VR头盔的镜头 所以光是上半年 郁金光的EPS 已经快接近20块钱了 比去年成长了5倍 第三季iPhone订单再下来之后 今年全年获利上看40块钱 比往年的每年EPS20几块钱 几乎倍数成长 那股价从650几跌到400多 你还不买 对 所以有时候如果把话说得透彻 说得清楚 你自然你就能够听懂 我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 可是不可能的啊 是 每天节目时间那么短 我不可能每支股票都把细节讲得很清楚 我只能说会员我们先买 买完之后能够讲的我尽量讲 那你能够跟你就尽量跟 可是一天一个便当 你何苦在省那个钱呢 对不对 还有很多好的标的 时间不够共啊 每天时间 大概20分钟时间而已 还有好多机会 没关系 让你也直接带着你做 嗯好 让你也脚步 好了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 现金单的选股就是重点哦 趋势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多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郁金光 星光金 技嘉 还有材料KY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步内容 可以留意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 林何彦老师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现阶段选股非常的关键 如果你之前已经错过了 郁金光 星光金 技嘉 还有材料KY的波段大涨 接下来行情 可千万一定要把握住了哦 想要知道技嘉 拉回的买点 还有接下来 何彦老师正在布局的 底部技幽股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 来参加我们 单股重压的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手上的股票不用多 会长得只要有一到两档 就够了哦 赶快把握机会 来跟上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 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加入 何彦老师 TheLite 还有Telegun账号 来做咨询 Lite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un账号是 PRO5个8 本公司以往 其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MING PAO CANADA